那么这周我们要聚焦在美中台三方的关系之中 现在整个亚洲的局势 其实是全世界至少一半的国家 都在关注我们台海和亚洲这个区域 但是受到了媒体垄断的关系 我们反而是我们台湾大部分的百姓已经看不到 是说我们现在是非常危急的状态 反而是我们全部去关心什么3Q 为什么很多人问我说 老师说你为什么不去开一个那个撑个热度吗 我们做一个命令名人堂 来讨论3Q到底是不是会成功 其实这个是一个比较没意义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他就只是一个名义代表 我跟你讲真的这个事情他的名字 他有人说他他可以去阻挡什么两岸之间的什么问题 他就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一个名义代表而已 你怎么你怎么会觉得他很重要的 他一点都不重要 他是一点都不重要的人 如果他真的很重要的话 今天状况就不会这样 就跟黄杰一样力保 但是这一次撑出来力保他也没过 那当然从他盘里面老师也知道他大概是不会过 但是老师也这是因为他的身份的问题 实在是太对对大家没有太大影响力 我不想再用这个台湾以外的朋友的时间 去看这个不值得注意的人 所以说我们就没有去讲他的命令名人堂 所以说现在我们是一个非常危急的状态 无论是军事账 还包含经济上也是如此 那么首先我们看一下美国的问题 美国目前整体经济的发展趋势 可以说是相当的不乐观 为什么老师这么说呢 因为美国现任的总统拜登 受到特朗普所率领的共和党的侧肘 现在进入一个可能会有大泡沫的一个危机产生 怎么说呢 就关我们看到美国塞港的危机 现在的时间我们可以知道是2021年的阳历10月24日 目前美国塞港的问题在之前美国总统拜登的一生命下 加急的运作来避免美国的民众物资短缺 这不要说能不能过好感恩节跟圣诞节的 现在美国的物价因为短缺 整个物价不断的一个上涨 因为物资少了物以稀为贵 老师有咨询过一些住在美国的一些朋友 有少部分商品 有些涨价已经超过了一倍 少部分不多 但是其他多半包含了吃的用的喝的 涨了一成的也是有 但是涨到一倍那个真的是不多了 很少 但是还是有这个状况产生 比如说你本人是3块钱美金的 涨了6块 他是不是涨一倍 他严格讲是涨一倍 但是我们不是说房价涨一倍 就关某一些物资 可能原来就很便宜的 他突然给你翻一翻 但是你觉得他贵 可是你又不能不买的状况 他会又出现了 在这种情形之下 目前美国政府的措施 是计划动用国民兵来协同处理美国货物塞港的问题 但是我们可以从这里先看到几个因素 首先就是美国为什么会有这一次的塞港危机呢 其实比较台面上的理由 那就是美国在疫情舒缓之后 店铺恢复的运作 所以需求增加 加上年关将近 所以各大商店增加了备货量 所以导致货物大量从亚洲进口 这些货物啊 很多也是客增的范围之内 就是我们的中文外医在里面的客增范围之内 但是就如同老师上周说的 中国不会因为你客增关税就没有生意做 或是因此去屈服你 就根本上来说 有本事你就别来买 你要买我也不见得有这个店给你去生产这些商品 所以从中国部分商品啊 就会自己先涨价 但即使如此 美国还是会有这个需求 所以无论如何都得要进口 那么问题就来了 美国身为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那也就是说 美国的港口是一个具有高度承载 全世界进口货物的能力 这个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美国创造了全世界52%的GDP的高成长国家 全世界的商家能跟美国做上生意 那么你就是一个发财的门票 就连香港以及台湾 当年去经营服装与电子产品 谁能够打入美国市场 谁家的生意就是兴旺发达 所以在那个时候 很多的港台商人手拿一卡皮箱装的样品 26个英文字母 他在至少可以认识12个的状况之下 他就涌闯美国 这皮箱里面装的不只是我们商品的样品 还有我们港台商人的勇气跟希望 所以美国的港口业务本身就是能够处理这些来自世界各国货物的经验以及能力 塞港的问题过去也是有常见 但是要塞到连美国的境内都发生停滞性的通膨 这个问题就非常少见了 那么到底是为什么这一次美国会塞港 这个跟我们探讨什么原因去塞港 我们应该要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那就是现任的这种政治因素下 美国的港口必须塞港 它不仅仅是经济的问题 而且里面还包含了政治的问题 为什么老师会这么说呢 因为这些港口里面的码头工会以及工人 很多都是共和党的天下 也就是说这些蓝领阶级一向都是共和党的铁票仓 假如过去天狼特朗普的坚决发布了这些口罩令 那么十个拜登也没办法选赢特朗普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特朗普的概念就是很原始的美国白人的心态 那就是唯我独尊 我只考虑我过得好不好 我不会去考虑国家到底好不好 这是很标准的美国脱房者的心态 我拿今天赌明天 后天那是明天的事情 所以港口必须要塞港 这才能让美国的经济逐渐的怎么样恶化 拜登才能对内无法控制非常的物价 对外没有办法阻止中国的发展 这样的内外交迫 不是等拜登犯下更大的错误 就是让拜登的老心脏承受不住 提早去见上帝 假使这两个都做不到 那么至少明年的其中选举共和党就可以大获全胜 不是因为共和党做的好 而是拜登做的不好 这个也可以当做噱头 如同这次美国的大选 大家不是对拜登有多少的期望 而是选择拜登的是因为 是推一个名叫拜登的狗去 他去选这个美国总统 可能都可以选赢特朗普的状况 所以说特朗普所言他的选书不是选书给拜登 其实他选书还是给选书他自己 这个我们之前在去年年底 我们的中美贸易战里面 我们就有比较详细的讲过这个问题 所以塞港问题部分是经济的因素 但是大部分还是一个政治的因素 为什么老师可以这么说 因为即使拜登下了加班的令 要让码头24小时的不间断的运作 但是码头工人仍然正常放假 进度也没有加快 大家都慢慢来不着急 因为什么 因为这些货柜是非他们是不能够卸货的 所以说你们就等了 反正老爷我薪水照领 大家慢慢泡吧 而这个问题也恰恰反映拜登的老人执政 是一个接近瘫痪的政府运作模式 因为这个塞港的问题主要负责的是哪一个部门 是联邦政府的交通部长 这个部长跑去哪里 为什么没有去好好的去指挥这样子的塞港的问题 答案让大家可能有些人知道 有些人不知道 因为这个交通部长跑去修了一个长假 他去修了什么样的长假 他去修产假 就是生小孩那个产假 修产假应不应该 天大地大 生小孩最大 就相信大家都没有什么意见 这个是一个人道的问题 所以说他要去生产假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问题是在哪里 这个部长他是男性啊 男性你怎么请了这么长的产假呢 那当然要陪产 所以说像老师也陪敬老师陪三胎 我们就生三胎 我们就陪了三次 两次进产房 有一次来不及进就生出来了 我也没办法 对不对 那男性还是可以去陪产 但是你需要陪产到两个月吗 但是问题在哪里呢 陪产你是一个高尚的节操 所以说我们也可以尊重他 对不对 那是没有问题的事情 但是这位部长的配偶不是女性 这是一个大问题 为什么 因为他的配偶是一个男性 各位没有听错 他是一个男性的交通部长 他去修一个产假 去陪一个男性的配偶 去修一个产假 为什么 因为他们去领养了一对双胞胎 新生儿双胞胎 所以说依法他可以修产假 但是他跟他的配偶都没有生小孩 而是他们领养了一对双胞胎 两个大男人就可以去照顾小孩 这个在美国国家最艰难的时候 去在没有产妇存在的状况之下 去修了两个月的产假 而不是去指挥调度 处理塞港以及运输等多项的问题 导致美国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停滞性通膨 以及大量的国内运输调度的问题 说到这里老师还是要不去讲一下 我们这里不是讨论同性 性相或者同性之间 他是不是适合有婚姻或是有小孩的问题 老师要说的事情 不是只集中在这个部长身上 而是这个部长发生的事情 凸显了什么 凸显了拜登政府他用人选财的问题 你选一个国家重要的部门首长 他居然可以在他私人需要的时候 抛下了国家 抛下了百姓 不顾他这些塞港的问题 可能会道成美国国内更多数以千万计的人 他可能买不到食物 或是食物突然涨价很多的状况之下 他跑去接生他的一个新生儿 这个是不是应该的事情 在逻辑上来讲 这个逻辑跟精神是很OK 但是作为一个官员 他是不是应该做这件事情 那么我们可以说 他可以是完全不试任的 这里这个老师还是敢说一句话 这样子的官员如果放在亚洲 除了台湾以外 对不对 十之八九都会被直接被你开除 或是被斗争下台 当然我们的科技部部长唐先生 唐小姐他可能不会 他哪天搞不好也休个产假也说不定 对不对 这个是在亚洲是不能够接受 但是在美国可能可以接受 对不对 但是在这里我们就必须回头看一下 既然说美国必须塞港 很多人可能不服 这个塞港也不见得跟共和党有关系 你怎么去证明这个是神之子格 跟川普是有关系的 这根本就只是怎么样 货物的意识的量太大 他没有办法吞吐而已 你扯这么多扯的太远 会不会呢 那么我们来回归看一个问题 到底是增加了多少的货物 导致美国国内大缺物资 这个稍微调查一下 这个网络上都有公开资料 这些因为疫情减缓的原因 包含年关已近 所陆续抵达的这些商品的数量 到底增加了多少呢 这些数字也增加了20%到25%左右的货品数量 这个不是像我们误以为的 他是一个成倍数的成长 并没有 他只增加了两成到三成的货物吞吐量 以美国的实力来讲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即使增加了50%的货物量 理论上他会塞港 这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他解决的时间不会拖了这么样的久 他就应该可以把它消耗完成 为什么 因为他有足够的经验跟设备 还有他们SOP 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 所以说他们不会没有能力来解决这个短时间增加两到三成的货运量 到现在还在处于塞港的状态 而塞港的问题是仅止于在码头的运作 有人就说中国的码头就没有问题 但是现在美国号称24小时运作的港口 他还是没办法解决塞港的问题 另外一个就是延伸出来的职业 那就是卡车司机 美国的卡车司机 现在上班的数量以及载运的数量 他现在还短缺的数量是多少 东口细减 有人说他可能缺5万名司机 有人说缺8万名司机 有人说至少也缺15万名司机 在这样短缺的状况之下 货运的价格 因为我运来不及 你要要我运 那他会不会水涨船高 所以现在卡车司机在美国是一个很看窍的行业 为什么 因为这个事情 大部分以前都是一些移民 外来移民 比如说华人 比如中国的华人 或者是来自拉美的华人 拉美的那些国家的 比如说 比如说南美洲的那些 拉丁美洲他们会去做 那本地人会不会去做呢 比起来来讲 他们可以做其他的事情会比较好 所以说这些比较劳累的生意 还是外来移民会去做的 所以我们整套流程 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面如果不是单纯的施政者的愚蠢 那就是有政治力在里面操作 因为本来可以解决的事情 为什么会拖这么久呢 因为只有美国没有足够的物资 让美国人可以过他们的节日 比如说圣诞节 感恩节 那么这些民众的怒火才能够真正的去延烧到了白宫的内部 为什么 因为你让我的感恩节上面没有足够的物资 或是我圣诞节 我没有办法送这些礼物给小朋友 那么这个事情就是你最大恶极 因为在他们这些世界里面 这些事情才是最大的事情 什么阿富汗 什么叙利亚 什么台海之间的问题 那些只是网路上的舆论 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台湾在哪里 很多的美国人你把泰人跟台湾他根本就分不清楚 所以说很多人会觉得说 美国一定是民意一面倒支持台湾 我告诉你 你真的去跟他们讲 他连泰人跟台湾 你把泰国人跟台湾人摆在一起 他搞不好还分不出来哪一个是台湾人 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 好吗 所以说这些这些状况来讲 这些对他们这些习俗来讲 遭遇到这些的问题 这对他来讲是一个大事情 当然同样事情你放在中国 放在台湾 放在亚洲社会 比如说这次我们在台湾的端午节 大概就就黄了 但是大家可不可以忍受 那就还可以忍受 但是这个是美国民族性的问题 这个是没有绝对的对跟错 而在这种混乱不堪停滞性的通膨 以及就业率疲弱的美国 只有一个人欢欣 鼓舞觉得这个实在太棒了 真的是棒到不知道该怎么讲了 笑的真的是花枝烂颤了 那个是谁 那个人就是神之子特朗普 也就是川普 特朗普现在才刚刚卸任 但是他现在巡回了办演讲 向百姓诉说的什么 不是他的施政理念 而是告诉他现在发生的事情 如果说到阿富汗 美国百姓没有太多的感觉 因为他说阿富汗的羞辱 那美国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感觉 可能退伍机的有感觉 但是一般的百姓没有这感觉 但是如果你跟他讲 好让你们过一个没有礼物的圣诞节 那么这样子才去演讲的时候 他的力道就非常非常大的反应 包含说你现在买东西 有没有变贵了 有 可是让买东西变贵的问题 真的是拜登做的吗 不是啊 因为那关税是特朗普做的 但是他可以拿这个当作 他的说辞去激发这些名气 当这一切只能怪特朗普 去煽动这些名气 让美国的民众开始产生了很多的问题吗 你不能只怪他 这个事也是不公平的 为什么 因为特朗普可以率领共和党使出这些手段 然后去操作的港口 或是去让这些工人不好好的送货 但是问题是在哪里 他可以做这些事情是没有错 但是现在的执政者是谁 现在执政者是拜登了 他没有能力去招假这个问题 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 我们从历史上来看 每一个朝代 每一个国家 他都有贤军或者是昏军 我们就假设拜登 如果他是一个贤军 那么他不应该去怪对手太强大 而是会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前 能够指挥若定 去安民保境 拜登的老迈 与特朗普的斗志 是现在美国最大的敌人 一个国家的内忧 远比外患来的重要 而美国会在那一次 让我们看一下历史的重演 怎么样 美国版的万历年间 会如何的因为党争 以及君主的蛮憨 而导致帝国的陨落 在这个时间 我们常常听到一个词汇 怎么讲 叫做东升西降 其实老师一直不认为会东升西降 为什么 因为其实或许不是东方的力量 他是快速的崛起 而是因为西方的快速自主的衰落 才显示的东方好像有崛起 其实老师还是认为 东方世界的人通常不会寻求太快的发展 因为这个是民族性 无论是你是中国 无论是台湾或者是新加坡 马来西亚任何一个亚洲国家 大部分的人都会一步一步的往前去做 这个是一个亚洲的生活习性 会去想要快速发展的 大概就是以资本家为主的这些欧美市集 他们觉得是要快速一点 其实大部分也是只有在美国 其实欧洲也还好 他们也不求快的 真的 所以说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 从历史上来看 在大明王朝的末年了 北边的金朝 也就是后来的一个满清 爱新杰罗家 以及西边的日本 都是很强大的要进犯大明王朝的一些国家 但是这些说到根本 也不是大明王朝主要的敌人 要说到这两股强大的势力 对于大明王朝来讲 那也只能称作戒险之急 而大明王朝在当时真正的心头大患 不是这些外在的民族 而是他们国内的怎么样 自己的李自成的农民军 不断的攻城掠地 最终大明王朝连续数月都没有办法给军队发出了军饷 将士都没有饭可以吃 你只能真的知道是吃战斧 或是一些吃战马 这些很惨的事情 但是这个状况是代表 那个时候的明朝国内都是很惨的状况吗 结果是没有 为什么 因为即使是明朝末年 贫富家具是大是没有错 但是官员跟那些贵族 他们还是每一天办了宴席 然后军队发不出前来 但是他们的大臣都是每天大摆宴席 大家来攀比 然后去比大家谁的宴席最好 或谁家的菜品做的最棒 所以说在那个时候最大的问题是 珠门酒肉臭 路有洞食谷 贫富差距 唐朝已经掩饰给明朝看 你不能让这些官员 在高级的人 高级的贵族 让他们很富有 但是百姓穷无立罪之地 这是不能够发生的事情 你一旦发生 帝国就会陨落 唐朝已经掩饰给明朝看了 但是明朝这些饱毒师叔的大臣 还是依然顾我 而到最后李志成攻入了北京 绝望的崇祯皇帝 只能在自家的后山里面 眉山上一根绳索 让他去见了列祖列宗 所以说那个时候爱心结罗家族 他们还在哪里呢 到崇祯皇帝 去把自己去见上帝之后 去见他列祖列宗之后 那个时候爱心结罗家族 他还在三海关之外 谁倒了他 吴三桂 他还是没有办法越雷池一步 所以说大明朝他不是亡于女真人的首领 也不是满清的首领 他是亡在自家大臣的党征 跟他们的自私自利里面 所以说他们当大明末期的那些资本家 实在是亡国的知己 而后来李自成有没有成为一个王朝 有他建立一个大顺朝 也因为对北边吴三桂的恐惧 你军事力这么强大 你到底是挡着女真人 还是你想跟女真人合作呢 所以说我不知道怎么状况之下 说派大军过去 但是呢 要如果你跟女真人合作 我就消灭你 那如果你跟我合作 我们一起消灭女真人 但是 事实的结果就是怎么样 女真人就模仿了 我们之前讲过周武王伐伤的故事 他撤反了吴三桂 所以是说最后爱心觉罗家族 用一个很轻易的状况之下 你就得到了天下 而这个大顺朝 也就跟后来怎么样了 后来也就跟袁世凯的中华帝国一样 他的存在的时间 连史学家都不愿意把它定为一个朝代 就这么样的短时间之内 就消失在历史场合之中 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件事情 所有历史里面 得明星者得天下 过去的明星是什么 过去的明星是谁掌握了粮食 让老百姓吃饱 谁就有了明星 现在是什么 现在你不但要老百姓 你要能够吃饱 或是你让他吃不饱 但是你可以让他有了什么 有了仇恨的对象 也就是掌握了民粹 谁也可以留天下 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所以说我们老师说民主民主 说到底天下的大事 当然永远都是百姓在做主 也就是人民来做主 但是做主完了之后 谁又可以替自己的生活来做主 对不对 真的是民主国家 有些事情这个是很难说的 他需要你的时候 说你是老板 但他不需要你的时候 对不起 你只是他的棋子而已 而拜登到底能不能在他剩下的三年多的任期 可以力挽狂澜 把美国去扶回正轨 变成过去的美国 让美国再次伟大 老师只能说到目前为止 老师还是一如去年在美国大选前的对拜登的预测 还是保持拜登他能不能做完剩下的任期 还是保持了高度的怀疑 剩下的我们也只能用时间来论证 为什么拜登老先生 他的格局 不一定真的能够做完他剩下的任期 这个风险是挺大的 但是如果他不做了贺锦丽接手 那美国自由更糟也不会更好 相信我贺锦丽绝对是一个很糟的治国者 好吗 好看各位什么问题